感谢主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展翔教会 这是一个爱人爱神代门徒的教会 刚刚听到亚军的见证 我觉得他已经把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阐释 神是一位大小都看顾我们的神 就像他所说的 越在困难的环境当中 越能够领受神的恩典 神越多的来向他说话 神叫他说 要来传福音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就像他所说的 在困难当中我们越要抓紧神 越信靠他 神是不务视不务视的神 我们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让我们再聚在你的面前 主 求你圣灵今天在这里大大的运行 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都能够更认识你 都能够更摸着你 来听见你的说话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大方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义 好 我今天要讲的是 保罗的宣教之旅 这个月的系列讲到是使徒行传 被圣灵充满的初代门徒 今天要来分享 我们从保罗的宣教之旅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 神如何带领保罗 圣灵如何来带领保罗 来完成他的宣教之旅 那对照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宣教之旅呢 今天的主题经文是使徒行传 还有菲利比书 我们知道保罗 是神所大用的一个仆人 他不只是传福音 带门徒建立教会 各位知道我们的新约圣经 有几卷是他写的吗 十三卷 可以说保罗的宣教之旅 他不仅传福音 带门徒建立教会 建造教会 他也巩固了神话语的根基 所以他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那如何来重用呢 我们来一起宣读这段经文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请 保罗这个人呢 他以前他是非常热心爱主的 可是他爱主的方式呢 非常的特别 就是来逼迫基督徒 就跟以前的犹太人是一样的 直到有一天 神从天上大光向他显现 然后这个人呢 整个就转变了 神大大的使用他 所以当他开始了宣教之后 因着说到犹太人这些祭司长 犹太人的逼迫 认为他是一个误会圣殿 践踏圣殿造成动乱的人 所以他被捕之后 最后到雅基帕王来询问他 他说 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因为神亲自向他说谎 亲自向他显现 所以他就到了这些地方 但马士革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外邦 做什么事呢 简单的说就是 劝勉他们悔改会向神 就是传福音带弥徒 他不只在犹太全地 不只在犹太人中间 他也在外邦人中间 要劝他们行事与悔改的心相乘 所以我总结刚刚那段经文 我们可以用三点来说明 他为什么要去宣讲 因为他有大光 他听见神的话 听见神的声音 他看见天上来的印象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 我们常常都想要说 听见神的声音 像保罗这样一个逼迫神的人 他一个热心爱徒的人 有一天 神就向他显现 向他说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要派你做指示 做见证 叫你所看见 我也要指示你的事情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 托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就像刚刚 亚军所说的 神向他说话 要叫他去传 然后经文说 我参与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全向归向神 因为信我 得蒙救赎 会欠神圣的人 同得其也 所以 当有神向我们说话 当有神的大光 向我们显现的时候 神总是会告诉我们 要做什么 所以保罗领受了这个意象 领受了神的话之后 他在耶路撒冷 在与他待了一段时间 他就开始了他的宣教的旅程 先在大马士革 后在耶路撒冷 然后是传到外邦 在罗马所管辖的这个外邦世界 这就是他宣教的河场 他宣教的地点 他宣教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经文所说的 让他们 这些人 悔改 归向神 圣经在很多的书卷说 提到他 保罗 是流泪 劝解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警醒 为他们守望 他要帮助他们 让这些 不认识神的人 不管是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 都能够来向他们传福音 使他们能够悔改 归上神 我把这个宣教之旅呢 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图表 我们来看 第一次的宣教之旅 是在主后47到49年 圣灵参派保罗和巴拿巴 到过亚西亚 亚西亚省的好几个地方 将福音 带到所经过的 罗马帝国之地 这是他第一次的 宣教旅行 不只是在犹太地 甚至把福音传到外邦 这是他的第一次的 宣教之旅 第二次呢 拆派了 保罗跟希腊 他也写了两卷的书信 铁撒罗尼迦前书跟铁撒罗尼迦后书 第二次呢 第三次呢 他是长居在佛所 期间他再次穿越马其顿 旅程的最后是以耶路撒冷为终点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二次 第三次 他又写了一些书信 一直到他被捕 受审 在监狱的期间 他又写了监狱书信 他获释之后呢 他又写了提摩太前后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三次的宣教之旅 他不仅是传福音伴领徒 不仅是建立教会 他甚至 坚固了神的话 那保罗这三次宣教之旅 是靠他自己来完成的吗 不是 我们先来读这一处的经文 菲利比书1章6节 请 神行那在人心里头上空的 并成全这东西 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 前面的经文说 保罗意见的大光是神跟他说的 神来启示他 神来呼召他 使他成为神重用的徒人 这是圣灵在保罗身上亲自动工的 所以 就像菲利比书里面讲到 他劝远菲利比人传福音 这是神在你们心里面 动了善功的 必亲自成全这功 所以当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有圣灵与他同在 圣灵来成全这功 保罗是与圣灵与圣灵与他就是一个圣灵的形传 他所记载的不只是说彼得 保罗如何传福音 如何宣扬主的话 如何医治人 他们都是有圣灵的同在 那我这边 举了几处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的宣教之旅里面 圣灵如何与保罗同在 第一个圣灵的差遣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嫂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所以保罗跟巴拿巴 出去宣教 是谁所派遣的呢 是圣灵 圣灵派他们的 圣灵借着教会 来拆派他们 第二个圣灵的印证 因为圣灵和我们地义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 这是在耶路撒冷会议时候 他们所地义的 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 犹太人跟外邦人 为了要不要受割离的事情 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讨论 最后在耶路撒冷大会里面 就定义了这件事情 圣经说是圣灵和我们定义 可见在教会里面的决定的每一件事情 是由圣灵与他们同在 所以圣灵和他们定义 圣灵与教会同在 就能够让许多的事情 能够很顺利的来推行 在保罗的三次宣教之旅里面 也有看到圣灵的禁止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 在亚西亚传道 他们就经过佛里加 加拉太等一带的地方 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 他有时候很想要去什么地方 但是这里说圣灵不许 在我们的经历当中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 也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也会经历到圣灵的禁止呢 当我们是一个非常寻求主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 会经历到圣灵的带领 甚至是圣灵的禁止 最后一处是圣灵的警告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 所有捆索与患难等待我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 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 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给外邦人的手里 这里呢 当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行 这时候 圣灵向保罗启示 有患难在耶路撒冷等待他 甚至其他的弟兄姐妹 也有同样的领受 所以这个腰带的主人呢 后面就交到外邦人的手里 我们这里看到了 不只是圣灵的警告 当某一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 圣灵不只歧视你 圣灵也会歧视别人 你可以从别人身上得到印证 瓦罗在这里 迎着圣灵的警告 他有退却 有害怕吗 没有 从刚刚的图片可以看到 后来在受审的过程当中 到最后 他是为主殉道 所以即使圣灵提醒他 前面有患难等候他 即使别人警告他 他去的恐怕命中没有了 但是他仍然 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异象 这就是保罗的宣教之旅 他宣教的结果呢 就是在各地建立了教会 建造了教会 刚刚提到菲律宾的教会 就是在欧洲成立的第一个 的外邦的教会 整个宣教之旅 里面 有五个 至少有五点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的事情 第一个意象 保罗领受了意象 神向他显现 最后他带着神的意象 去执行他的使命 从神领受的使命 然后圣灵与他同工 来完成神所托付他的 那他如何来执行呢 他的过程当中 满了神的话 他将神的话不只是说出来 他也写下来 目的是建立教会 建造教会 这就是保罗的宣教之旅 那保罗宣教之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 不只是我们自己要得到这个 要得到那个 神呼召我们就像保罗呼召 就像神呼召保罗一样 是有神的计划 是有神的定义的 是有神的名义的 神呼召我们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更新 得医治 得平安 因为神 祂是一个 爱世上每一个人的神 所以祂不只是爱我们 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之后 神也期待我们 能够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 就像刚刚亚军所做的见证 虽然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 神要良给他 这样的状况 让他一年去年跟今年都经历类似的事情 但是神继续呼召 他叫亚军 他叫亚军 去为他传福 相信这有神的名义 那想想看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我们有没有神来呼召我们 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异象 在我二十 大概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 这个经历就跟保罗的经历有点类似 我突然 这个眼睛模糊 那时候我在开车 那个雨刷好像来不及刷 眼睛怎么扎怎么扎都不太来得及 我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就听到这首歌 那我们现在请PPP帮我放一下 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 你从事不及时必要似的说 为你 为你 我名正下 我看到的异象 我所听见神的话 神为我做了 为我舍命 我为他做什么 所以从那天起 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 就有一个感动要来服侍神 我那个时候 当然还在职业当中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除了工作之外 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教会里面 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一个礼拜可以去七八场聚会 几乎每天晚上 假日都在教会里面 然后我也跟着教会到菲律宾 在民国八十一年的时候 我看到菲律宾那边的教会 菲律宾那边的全职的同工 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像保罗 也许有点类似 那个时候的菲律宾 他们是一块钱就可以过一天 一块钱的披萨 过一天的生活 那边的全职同工 生活非常非常的艰困 他们甚至在那个时候 菲律宾北部还有内战的时代 民国八十一年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传福音 那个随时就没有命的 我们说就是 哇 竟然有这样的人 放着好日子不过 跑到那边去 应该不只是当地的人 还有台湾的人 过去那边 所以 但是我的想法呢 我是一种羡慕 真好 张基督徒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豪迈 其实有困难 捆索得着保罗 他也是勇往直前 所以 回来之后呢 我只是在高雄 后来到了新竹 到了桃园 又搬回新竹 一直到 我觉得时候满足了 神也呼召我到了台北 最后加入展场教会 这个就是 我的宣教之旅 你的宣教之旅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宣教之旅呢 我们要让每一个人 去想想看 有神 给你什么意象吗 如果没有 我们要祷告 听神的声音 求神向你说话 求神向你显现 神向你说话 向你显现 我相信绝对不是 停留在一个地方 他绝对是带着行动 带着使命的 而且神要参派 我们去完成 他的使命 绝对不是一个人去 一定是有圣灵的带领 而且我们手中 握有最宝贵的力气 就是神的话 能够抵挡一切恶者的攻击 能够施展神的大能 能够让疾病的得医治 让被囚的得释放 让瞎眼的得看见 我们可以一起来建造教会 建立教会 今天我们在这里 在台北展堂教会 神呼召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里要向神祷告 我觉得 王正牧师 上去牧师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神在年轻的时候 也得到 王正牧师 还有师母 从年轻的时候 在美国 回到台湾 到菲律宾 到中国 不同的城市 再到香港 再到美国 最后 回到台湾 现在 又即将前往美国 半年以后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的选讲 上学牧师 得救之后 到了中国大陆 北京 再回到台湾 到了不同的教会 最后 到了台北展堂教会 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这里 就像保罗的宣教之旅 三次也好 四次也好 我们有一个宣教的地图 圣灵带领我们 今天落脚在这里 我们就尾身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 建造教会 建造基督的身体 我们请敬拜团 来预备第二首诗歌 把我们一起报告 现在的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可目的向我们说话 我们可目的向我们写心 就你来带领我们 一个脚步 让我们一起 来完成 我们这一生的宣教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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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